今天我們來講講關於Confi的中階使用 包含怎麼套用Laura、調用Embedding、使用Control內干涉生成等附加的控制手段 Confi UI 是一個比知名的SDWeb UI,Automatic 1111還要更輕量的使用介面 它也是目前可以說對新技術、新插件、支援性最好的一個介面 所以如果你非常喜歡使用AI進行圖像生成,我會強烈推薦你試試看 還沒安裝過Confi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上次做的安裝教學跟基本操作 都搞定了之後再過來學點新東西吧 每個功能用法我都會分開錄製實操 這樣畫面看起來會比較簡單 但使用上你當然可以根據你的需求把這些功能都串在一起 這算是Confi UI 教學的第二階段 這個階段一共會分成三部影片 我會盡量把章節分段都標示清楚 跟之前一樣也都會有好讀文字版放在說明欄 那麼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我們來介紹套用Laura的方塊 老樣子我們把這個搜尋框叫出來 就是空白處點兩下哈 順便說一下你開搜尋框的時候滑鼠不要亂動 游標超過這個範圍的話搜尋框會自己消失 或者是你也可以空白處點右鍵 選擇Add Node 然後按照分類來尋找你要新增的方塊 搜尋框也是可以選擇分類的 就看你覺得哪種方式好用用哪個就行 這邊直接輸入Laura 我一般就用第一個 它叫做Laura Loader 打開可以看到左右兩邊都分別有Model跟Clip的小點 聰明的你應該已經猜到他們要放在哪個位置了吧 上次講到過整個降噪的處理是在Sampler裡面 Checkpoint的也就是大模型 作為資料庫將會輸入到KSampler 那麼身為小模型的Laura 要能夠改變大模型原有的圖文資料 它的位置就必須要擺在大模型進入Sampler之前 你可以先把Checkpoint Loader 原本連好的Model跟Clip線都拔掉 也可以先不拔 後面它會自動被新拉的線彈掉 那首先先把模型接到Laura 然後經過了Laura 再把這條線接進Sampler 接著把Clip接到Laura 然後跟單接模型的時候一樣 右邊的Clip線要分別拉到Positive Prompt 跟Negative Prompt的兩個方塊 這樣就搞定了 接入多個Laura的方式是一樣的 一個接著一個串起來就行 跟平常我們使用Laura時的注意事項也一樣 如果你要同時調用多個Laura 就一定要注意到Overfitting的問題 也就是權重的調節 在Confi 你除了可以調整Laura Model的權重 還可以調整Laura Clip的權重 兩種會有不同的音響效果 這個需要靠你自己 根據你手上的Laura 和你想要的生成結果來逐步嘗試 我沒有辦法直接告訴你 怎麼樣調整最好 唯一能說的只有 Laura的正權重目的在於 加強Laura干涉大模型的程度 也可以說是覆蓋替換大模型訓練內容的程度 而Laura的負權重則作用在 剪除大模型中跟Laura訓練內容有重疊的部分 比方說像是Anime Lineart這個Laura 如果你把權重調整為-1 它就會變成是剪除掉線稿的功能 目前呢 Confi本身無法直接像SD WebUI那樣 顯示出Laura Embedings這些東西的預覽圖 對於下載了非常多Laura的朋友 可能會用起來比較困擾 如果你真的非常需要 你可以去安裝一個強大的Custom Node 在安裝這邊搜尋Script 你就可以找到一個叫做 ConfiUI Custom Script的項目 它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界面細節改良 使用方法可以參考它的Github頁面 作者提供了非常詳盡的說明 我會把網址附在下面 你也可以直接從Manager的Custom Node列表上面 點一下這個功能的名稱 每一個功能的名稱都會直接跳轉到他們的Github頁面 不要使用安裝完後彈出的那個Restart按鈕來重開Confi 建議從直進窗口那邊 手動關閉後完整地重開 如果你跟我一樣沒有太多的模型 也可以簡單點搞 把模型名稱改成自己看得懂的 好記的就行了 直接去改這些文件名是不會影響到使用的 直接去改這些文件名是不會影響到使用的 下一個要看的就是剛剛提了一嘴的Embedance 比較知名的像是Easy Negative跟Bad Hands 都蠻推薦各位下載的 如果你還沒有下載這些網址我會放在說明欄 你也可以直接在Civi AI搜尋 Confi預設的Embedance使用方法比較陽春 就是全程首Key 格式是這樣子的 Embedance 冒號 檔案名稱 冒號 然後用小括號框起來 你想要插幾個就寫幾串 如果你背不下來Embedance的檔案名稱 你可以直接用複製的 或者是安裝一個可以點選Embedance的Custom node 在安裝這裡輸入Embedance 找到這個Embedance Picker 點安裝 再次提醒不要使用安裝完後彈出的這個Restart按鈕 來重開Confi 建議你從直徑窗口那邊整個關掉重開一次 重開完成後 在你的Negative Pump的方塊上按下右鍵 選擇第一個Prepanned Embedance Picker 它就會自動幫你連結好了 按你的反向提示輸入框就會改到這個Picker的下面 在方塊標題旁邊的這個灰色小點 點一下可以把它收起來 這樣你的畫面就不會有那麼多框框 如果要使用到多個Embedance 可以從搜尋框再叫一個Embedance Picker 或者是按著Auto 然後拖一下畫面上已有的這個方塊 就可以複製一個出來 接著為了要能夠把它們串起來 你需要在這個新增的Embedance方塊上按右鍵 選擇Convert Text to Input 然後把它串在第一個Embedance 跟你原本的那個Test Input中間 需要幾個就串幾個 反Prom統一在第一個下面的框輸入就可以了 方塊裡面的第三個選項Append 是決定你的Embedance 會被安插在整個反Prom的最前面還是最後面 預設的False是放在最前面 點一下變成True的話就會是放在最後面 這個就不能說都沒有差 但是我覺得差別不大 愛放哪放哪唄 最後是Confi的小技巧分享時間 當你的Workflow體積開始逐漸擴大 多少會有種畫面很凌亂的感覺 這個時候你可以透過群組來把每個階段性的區塊框起來 讓自己更能一目瞭然也讓畫面更好整理 按著Control跟滑鼠左鍵拖曳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想要選中的方塊一次框起來 當然也可以按著Shift一個一個點 接著在空白處按右鍵 選擇Add Group for Selected Notes 它就會自動根據你選中的這些方塊去建立一個群組框 所有接觸到這個底框的方塊都會被視為同一個群組 你拖著那個群組的標題就能一次拖動群組中 所有的方塊了 另外一個方法是你先在空白處按右鍵 選擇Add Group 叫一個框出來 然後把你想要放在一起的方塊一個一個拖進去 群組可以更改顏色、更改標題 方便你分類清楚 這在你建立大型Workflow的時候會相當的有幫助 如果你開始下載一些大神們分享的Workflow時 你也會發現大部分的神人都會把自己的Workflow排得精精油條 把基本設置、ControlNet、Upscale等這些工作區塊都分開來 也讓下載這些Workflow的我們可以一眼就看出來哪些部分是哪些作用 那一個小技巧是當你在方塊上按一按 在右鍵時你可以找到一個選項PIN 它會把方塊變為鎖定的狀態 你就不會點到它的時候不小心去拖動到它的位置 解除的方法也只是再點一下PIN而已 很簡單很好用 這個不會影響到群組的整體拖動 所以用起來還是很舒服的 順便再說一個 COMFIT其實是有對齊功能的 當你選取了兩個以上的方塊時 右鍵可以看到一個選項叫做AlignSelected2 這個就是對齊 除了不能置中 對齊上下左右都可以 好的希望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下一集我們會講ControlNet 感興趣的朋友記得點個訂閱開啟小鈴鐺 更新就可以收到通知哦 有任何問題或是我有缺漏的地方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跟我分享一下你使用COMFIT的心得 感謝各位收看